LEO 了世紀 婷婷的火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高貴被讀音人 ok 這張地圖很特別 有點像是非洲臨終空地 一開始是遊牧開局 那他在這個魚池的分布呢 跟非洲臨終空地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非洲臨終空地是沒有樹的 那這張地圖其實是有這個樹的 那開局呢跟非洲臨終空地一樣 一定要在這個靠近魚池的旁邊作為開局 好 現在兩邊都沒有看到對方 那這張圖呢的特色就是 你不要離牧區太遠 所以你也不能說在中間開局 雖然之前西脫在比賽中有展現出一招 在非洲臨終空地的時候在中間開局 直接封建大落馬 尻死人 就是在中間瘋狂吃雨 沒有打算要去外面開TC 幹嘛的 不過那是團戰打法 那在於單挑的情況下來說 還是要偏向雨 在這個中間的魚池去補TC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待會要擴張啊 去補城鎮中心 或是要吃更多的魚的時候 才會比較有更多的優勢 好 那這邊 道成說 中國開始的時候 食物是歸零的 好 啊 他說 游牧 說不定 阿威 呃 說不定 怎麼樣 之類的 好 瘋狂討論 瘋狂討論 OK 抱歉 雷雷雷雷雷是半個日本人 所以有點看不太懂他們在說什麼 大致上 可能是在講中國這個文明在游牧上的一個表現 是怎麼樣的 之類的 好 Maybe 好 呵呵 好 那如果有空的觀眾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補充 他們聊了什麼 好 那我們回到遊戲比賽之中 那看到買來人這邊是已經要來開新的伐木場了 那這張地圖的開局時候非常適合打落馬開喔 那弓箭手開也是可以啦 但是機動力會少很多 所以你的弓箭手不太可能 好可以高速移動去抓外面的東西 而且肉馬開的幽靈是視野會很好 視野會很好 但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高什麼啦 還是會用這個羊去看地圖 那所以呢 好所以呢 有時候如果羊多一點 就可以考慮弓箭手開 好只要掌握到對手的位置 就沒問題了 好 DOTA這邊已經點下了封箭時代 補下了一個房子 好這時候已經看到了 你的房子在這 好現在兩邊 但我已經知道對手的位置了 那現在塔套很好的方法就是往後開 沒錯往後開始開 就是有挖石頭的 所以這裏應該是要來插塔 好 DOTA 果不惜然 轉出了一隻肉馬 肉馬開局 那塔套這邊 挖了石頭 點下了織布技術 哎呦 是要打直層喔 挖石 賣石頭 然後升直層 因為馬來人升級時代很快 所以升級時代空窗期很小 哎呦 在這張地圖打直層有點大膽啊 因為你打直層的話 勢必這些礦區的村民會有點難受 甚至對方來插劍塔或是攻兵來 生活無法治理 那但是 馬來人升級速度夠快 所以城堡時代空窗期很小 就可以彌補被壓制的問題 哇 塔套這一波打的有料啊 這個直層賣石頭 那待會上城堡時代 直接打爪刀勇士 去抓村民 哎呦 這個 這招 有點罕見啊 有點罕見 好 23P 升到了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 但是 閒置了1小時1分鐘的 城堂中心的時間 好 果然被插劍塔了 有沒有 這裡就會很難受 禮拜一插怎麼辦 這裡也來不及插 對插的話應該是來不及 完蛋了 這裡直接被控了 好 石頭部分 還差5個 被射死了1吋 第二吋 要被拿下了 塔套怎麼辦 你的石頭還差一點 好 651石頭 可以蓋城堡了 但是這裡墓區也被插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這張地圖打直城很危險 一打直城 你就是生活無法治理啊 然後就算蓋出這根城堡 可能也很難蓋 肉麻繼續過來控 拉了一隻村民 繼續敲 稍微微一下 這隻村民回得去嗎 BTC有點遠 穿過去 來不及 村民出來 想逃難 但是道特過來圍 哇靠 這一波打得很兇很兇 道特 這一波打得真的是好 前後石頭 都被控爛 打到的村民樹 只剩下19村 後面的村民 剩下不到幾隻 還在被砍 直接炸裂 打直城被制裁 哎 剩下 摳連了 道特已經贏了吧 35村對15村 怎麼輸 怎麼輸 現在就算 閉著眼睛不按村民 也會贏吧 也會贏 好 這根城堡繼續 硬蓋 後面的村民 討一下 好 劍塔繼續輸出 好 這根城堡 很努力 在敲 但是劍塔一直在射 再補一個劍塔 道特表示 你還想搞什麼 還 還想搞什麼 現在只剩下16隻村民的塔套 生活 很難治理 但還好外面有得挖野礦 所以應該 還有點救 但不多 好 這裡射掉 刺口 城堡剩下10% 就能蓋好 還在射 還在射 哦 有點過猛了 哦 哇 剩下九村 吐了吐了吐了 這樣還能打 我不信 還不投 诶 塔套為什麼不投降呢 好 爪刀出來 爪刀 威脅力也沒那麼重 但是道特為了搞塔套 所以經濟也沒很好 好 現在爪刀勇士能不能搬回一城 就要來看一下這邊爪刀的工作 能不能抓到更多的村民 哇 現在道特要開始收村了 要轉弓箭手嗎 但是弓箭手轉出來也需要一段時間 而且射爪刀勇士只有2滴血 封劍時代的弓兵有一級射也只有5點傷害值 但爪刀現在是有免費的步兵鎧甲 防衛直接加2 所以防衛是3點 所以出弓兵的話也沒有辦法有效克制這些爪刀勇士 而且人家機中性速度比較快啊 好 現在中國有點難受 這個房子也沒有蓋好 爪刀開始瘋狂亂抓 好 塔套這裡有買了115 繼續出爪刀 好這一波交戰塔套有點 賺到了一點東西 補了一個劍塔 這個劍塔能劍起來嗎 看到一件劍塔 到頭就 有點難受 ok 這一波蓋起來 搜尋 開射 但是沒有近射孔 可以手撕劍塔 簡單了 要開始手撕了 哇這個手撕劍塔速度很快啊 爪刀的攻擊速度很快啊 根本就11 8 7 6 3啊 那個男人啊 只差一個黑披風啊 這個爪刀勇士 有點猛有點猛 打起來了打起來了 哇靠哇靠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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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村民死的有點多啊 123 4 5 6 7 8 9 哇靠 死了5 6 7 6 9之左右了吧 哇道特這邊 村民速度下降的有點快啊 爪了這個劍塔 扛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趕快再買個115 上城堡師帶吧 但是沒有蓋士急 所以還是要等一下食物 ok可以點城堡了 趕快點趕快點 好現在12村打35村 道特現在是 小虧 但還好 村民差距還是拉的很大 好他到這邊 直接快被秒殺 現在 還有5隻村民在野外 道特好像沒有看到 他知道他野外一定有村民 還在採資源 不然不可能那麼多的爪刀勇士 可以爆出來啊 好這邊還在找 沒找到 地圖暗暗的 不知道就在這裡 好爪刀勇士 把家裡的劍塔也處理一下 好去野外抓村民 又抓了幾村 道特村民是死 剩下29村 在野外捕魚的村民也被制裁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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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把前騎怎麼打到頭破血流啊 城堡時代只剩下9村的塔套 現在回到了14村了 我的天 這個 道特 好像有點被壓制住了 本來有40幾村的道特 現在剩下28村 OK 但是重點來了 魚 沒有辦法正常的補 沒有魚肉 就按不出騎士 所以這邊 道特要先穩住牧區 開始考慮去撒農田 或是把這個鹿肉吃乾抹盡 然後點下一集農田 開始農會比較好啊 好但是道特 還要邊打邊防守 哇又要11村 三隻抓到又抓掉了一隻村民 好現在戳掉這個採礦地 現在塔套 這邊的村民 一直很爽啊 這5隻挖礦的村民成了關鍵啊 好騎士終於出來擋一下 但是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哦 人家爪到37點傷害啊 騎士的話是2點防護率 打個下還有5滴血 我超個20下 騎士就會死了 那抓到可以用數量壓制的關係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 道特 有打算要轉弓兵嗎 還是要走馬弓呢 我是覺得現在走馬弓哦 可能效果會更好 走這個騎士互相傷害來說的話 馬來人 有這個免費的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其實坦度還蠻不錯的哦 好重點就是 斷鬥技術點下了 那村民現在打這些爪道啊 也是怎麼打的 是1滴血 所以 攻兵路線馬弓 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現在要轉出射箭場 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哦 光是木頭就很難穩定下來哦 所以現在按個騎士稍微擋一下 好趕快拉騎士去找野外的村民 會更好一點哦 好騎士正在繞 但是是往到塔套家裡了哦 那邊繞的話 也很難繞到東西 而且還沒有看到 這裡在挖晃村民 這裡挖晃村民已經挖了七七四十九天 好 這裡要不要補一根箭塔防守呢 但是道德其實沒有石頭可以補箭塔 石頭也慢慢挖 但是現在食物開始慢慢穩定起來了嗎 哦 這裡踩食物的村民 又被抓到 騎士過去就被抓到爆打一波 抓到勇士數量是真的多 以前哦 這個HD時代的馬來人哦 每次看到哦 每次都會說 哇靠 這傢伙又要抓到爆了 一言不合就是抓到 因為以前抓到一直只要十塊錢 還是五塊錢 這個應該是至少十塊哦 還是五塊錢之類的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便宜啊 不出爪刀 你玩馬來人就失去了靈魂 那種感覺就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 的META來說 出爪刀其實很貴哦 這把塔超居然打贏了耶 我以為他會被打輸 小球不打贏了 好 騎士扛住了 大量爪刀傷害 好 這一波 騎士 衝得出來 防守 現在道德的村民術只剩下25吊 按騎士 按到 沒村民 好 點下了一擊馬凱 硬點下去了 好 那就要騎士扛住就沒問題了 有馬凱 打爪刀就好打 那現在的馬來人比較常走強奴路線哦 阿拉伯 那在特殊地圖來說 爪刀還是有一定 可以出現的機會哦 那以團戰來說的話 爪刀是不太可能 可以看得到的東西哦 團戰打爪刀 感覺就是在雷啊 好 那現在道德 就來抓到了 哎呦 這些村民 怎麼辦 騎士來得及救援嗎 有點姍姍來遲 好 看到騎士 我就走 抓掉了兩村 我也 賺 不虧 找到趕快跑趕快跑 有點 護衛技術嗎 還沒有點 所以有點 難 擺脫這些騎士 哎呦 哎呦 還在慢跑 還在慢跑 慢跑的爪刀 慢跑的爪刀 那接下來 道德 村民 已經慢慢穩定起來 來到了三村 開始有機會去抓塔套的村民 抓的妮村 這裡騎士硬撞嗎 不好吧 這比硬撞會吐哦 4打15 一直回頭 凱因刀 凱因刀 這個想法不错 很像在玩草原奇兵哦 再回頭打一下 再回頭打一下 殘血的騎士就回家啦 生女過來補個血 這樣我騎士就可以用血量 跟你換爪刀勇士 道特這邊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思考 直接騎士集結7打12 怎麼輸 但是有城堡一定輸 接下來 道特就去著想 生女被騙出來了嗎 沒翁到 沒翁到有點難 現在塔塔也點下了生女 開始也要讓這些爪刀補一下血 這些五隻村民 還在挖礦 那是塔塔這五隻村民在早期的時候被抓掉 那應該就是沒救了 還好他這裡有分散風險 直層的話有到處開挖支援 沒什麼問題 而且後面的補魚肉的村民 也開始慢慢補起來了 肉越來越穩定了 但道特現在經濟也稍重創 兩邊不太敢正面開打 好這邊著想 逼退 好 好 塔塔這邊點下了 好 道特點下了一 新騎兵的升級 不走就是 不走騎士嗎 好看到對方生女 可能還是想要反制一下喔 道特這邊的觀念相當好 好 騎士先暫時不督 先用青騎兵 嘗試看能不能突破生女的招翔防線 海塞道海塞道 兩邊都在互相信教 你要不要信教 但是道特信教了一個人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賺 爪招勇士太便宜了 招翔真的無感阿 好這波衝過去 青騎兵會送光喔 而且會被招翔 完蛋了被招到一隻青騎兵 兩隻都被招 道特要吐了 生女一刀兩刀 再次拿下 好 又一隻青騎兵 抓掉了生女 道特這邊 血虧 好 剛剛騎士 衝過去直接硬打 因為你的生女剛剛兩隻 進入實力使劍 沒有辦法招翔 上去的是一刀砍死 既然正面騎士也在輸出 但是有點打不太多 這麼多的爪刀勇士 很硬很硬 前騎兵過來想要來回手 但是又被拉走 想要回頭直接扁一刀 但是殘血的騎士回來 能不能防住 再一刀砍掉生女 道特的生女又再次全倒 死出來了 等你一隊整整齊齊 怎麼辦呢 現在道特沒有掌弓兵 沒有馬弓 要打這些爪刀 有點難受 打騎士就是正面對撞 ok 現在道特 反而現在自己被壓制住了 塔套本來剩下九村 現在村民樹回到了二十八村 經濟開始有點回穩 好 點下了跟蹤技術 好 爪刀繼續手撕 好 往前衝 好 往前衝 好 招翔必退 好 全部手撕掉 挺起兵騎士 拿下 再拿下 哇靠 道特這一波的田已經全部控制不了 後面的伐木工 也要遭受到爪刀的毒手 被痛打一頓 吐了 哇 真的是吐了 右邊的道特有點難受 左右兩邊 伐木區金礦處都被騷擾 但是塔套這邊爪刀沒有碰好 怎麼拉回來了 可是我就繼續砍了 繼續拿出雙刀C8763繼續砍 好 等地要繼續砍的吧 好 尼泊找到海在給很大的壓力 好 衝過來了 恩 終於想到這裡還有一坨村民 哇 道特的湊羽術已經被反超了 31村打17村 道特還沒有放棄 這些騎士血量有點慘 趕快把血量給補起來 現在不敢出門喔 趕快補血 血量拉好 好 粉去打 現在建築物一個一個被砍掉 塔套現在優勢相當巨大 真的是巨到不行 12打32 OK 這些騎士是關鍵了 能不能用騎士反殺回去 就要看一下這一波了 好 抓到現在不敢回頭打 道特就繼續追 好 點下了神聖思想 好 這裡抓到抓到了僧侶 抓到之後再往後拉 兩隻僧侶出來招翔 又把騎士給逼退 OK 現在道特打法 還是局限於在自己的騎兵路下 好 結果抓到的騎士直接招翔 然後砍掉了僧侶 然後再用騎士繼續砍後方的僧侶 哇 又損失了兩隻騎士 道特現在要打贏 有機會嗎 新奇兵又來了 兩招再砍死嗎 沒有 這次有神聖思想 活了下來 正面的爪刀勇士 這次扛不住騎士的正面硬卡 這一波道特又有了呼吸 漂亮 全數 五 好 這波道特 現在是比較尷尬的事情是 村民宿要怎麼解決呢 因為他現在是全部歐一 騎士的關係 村民宿已經落後了非常多 但塔套這邊也是為了按爪道的關係 村民宿也是斷斷續續的在按 並不是不斷村的走向 所以現在兩邊的經濟都是很炸烈 只能用現有的部隊去做交換防守進攻 但這一波道特打得很好 直接抓掉了五隻村民 這五村終於拿下了 但是右邊這五村還在挖 還在挖 挖了七七四十九天 好 僧侶招牆 直接被砍死兩隻僧侶 兩隻騎士也是隱身倒下 那現在塔套也開始有點劣勢了 沒有爪刀之後 現在要重新續起來數量 壓力可是很大的 道特這邊也是 不安騎士也不行 村民又在斷村 好 這裡騎士來了 塔套這邊收村很快 現在野外要開城鎮中心 如登天困難 現在要找機會挖石頭也很難 黃金要留給僧侶 但我是覺得 現在是不是該找機會 去買個一百石頭 直接去野礦 這邊開個TC之類的 好吧 黃金先穩定下來 對於塔套來說 後續穩定的會更好 好 這裡僧侶 繼續在城堡附近防守 看到騎士走過來 找一下 這裡爪刀也在找機會 道特也看到了 這邊衝進去 想要收生侶 但沒收到 被TC吸引走 射倒了一隻爪包 後方的騎士被招響到了兩隻 漂亮道特這一波 被招爛 塔套這一波招響打得很好 再來繼續招 再招兩隻騎士 你再過來 我就要繼續招了 這一波生侶已經賺翻了 現在道特很難受很難受 這邊爪刀一個回頭 又要送光自己所有爪刀 這邊殘血其實還拉走 這邊道特非常好 細節都有拉好拉滿 ok 現在塔套爪刀還在爆 但是生侶 沒有繼續爆 現在木頭有點多了 要不要考慮點個一級農田 還是點個一級伐木呢 這個經濟科技都沒有補 有點傷 那道特這邊則是聰明書 一直拉不起來 一直拉不起來 騎士還在繞 ID覺得很奇怪 我一直在繞 為什麼就是抓不到你的村民呢 抓不到 抓不到啊 你的村民到底在哪 你在這裡 道特一廂情願的認為 你不可能到地圖的另外一頭 開始踩資源吧 但其實你都會了 那為什麼我對手不會呢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啊 好 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是這隻爪刀 已經來了殺生之禍嗎 喔 終於看到有採礦營地 終於抓到了啦 這五隻村民 花了五十分鐘 終於被解決掉 喔 結果這一波怎麼到達家裡 爆炸了 沒有兵 沒有兵可以防守 衝車來了 哇 你怎麼會有資源可以按衝車啊 好像有點猛喔 騎士後面騷擾 著想 背心過去 要被招了 NICE 道特這邊 又找了一隻騎士 那正面騎士又按了幾隻出來 成功的擋住這一波的壓制 這個軍營應該是守得住 但騎士的目標是生旅 而不是你後面這無聊的衝車 這衝車我隨時能解決 OK 放出來繼續著想 後面騎士 招到了一隻之後 回頭去送 好 那右邊這裡有個洞 騎士爪刀可以繼續扁人的 好 道特還沒有放棄 兩邊差距十二二十村 塔套現在是越來越穩定 反而是道特 村民術已經不堪入目 十七村 有沒有可能回到塔套的九村呢 哇 這個塔套九村變成三九村 村民術又慢慢拉了回來 好 這個騎士在後面 好 這隻生旅 哇靠道成怎麼去撿 生物撿了這麼遠的距離啊 還要玩建築物躲貓貓啊 你要是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要不要拉個爪道去呢 好 點下了贖罪思想 這樣就可以遭享塔套的生旅了 好 好再繼續招 烏魯魯 好再逼退 好這波生旅過來 再招 鼠罪思想今好 可以招生旅 塔套有感到fu 我的生旅好像有點 要加入邪教了 有點危險 那馬來人這邊 也可以投資贖罪思想 還是要來投資一下科技線呢 好 但是其實現在 招翔 騎士就有點 無法 供應了 但還是要點個贖罪思想 不然生旅會被招有點難受 好 生旅只剩下一隻能招 生旅招 道特 還在夠 還在夠 現在時間來到遊戲 57分鐘 沒想到兩邊 會打到這樣子 頭破血流 那道特的聰明術 還是落後預備 道特 還在招 好 再次招到囉 認真了認真了 這一把生旅戰 馬來人生旅招到兩隻生旅 四隻生旅全招掉 道特的生旅 突然一戲之間全沒了 怎麼辦 沒生旅了 這一波攻勢不能延續了 好 衝車開始往前頂 看他這一波 騎士過來 想要解 但是來不及 爪刀來了 退 後面爪刀 衝了過來 村民只能退 騎士在繼續退 氣村民而逃 為了解衝車 到了正面 又是生旅 七隻生旅應招 但是都是青騎兵 這邊青騎兵可以有機會全部拿下嗎 1 2 3 4 5 第5隻有機會嗎 5隻 直接砍了5隻生旅 後面的爪刀 直接被騎士加TC 城鎮中心的傷害全部抓掉 這一波直接硬扛了 不管了 生旅繼續按 爪刀繼續往前鋪 衝車 開始頂吧 只要把TC頂掉 道特 就要投了 但是塔套 這裡不敢頂 會怕 騎士有點多 OK 這裡 再找個爪刀 但是生旅來不及抓到 青騎兵又來 又砍掉一生 兩生 三生沒辦法 踏到這裡補下了城鎮中心 現在道特的分數已經落後了400分了 道特可能覺得還有機會 只要我把你的生旅解決掉 就不是問題 但是問題是這次的改版 衝車的傷害被大幅提升 直接多了30點的傷害值 哇 這個城鎮中心 剩下87滴 不能再多了 要爆了 沒有了 城鎮中心 道特這一波 只要打完 就得投降 這波直接硬扛 村民拉過來打架 把村民先取消掉 後面的騎士還在後面輸出 後面找到又是山山來遲 後面的 請起兵 直接先拿掉 再去抓村民 這一波生女再招回來騎士 有機會嗎 要自滴嗎 OK 自滴騎士 夠細節 道特這邊 最後連騎士都無法招降 雖然兩台衝車爆了 但是左邊的村民 還在逃難 哇 怎麼辦 沒有了城鎮中心 道特 吐了嗎 這一波真的要吐 剩下14村打44村 沒意外的話 接下來就是垃圾時間了 道特在做無謂的掙扎 他本來覺得自己要win的局面 結果被打了回來 道特終於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塔套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靠 用九村產出了200多隻的爪刀 等於說塔套的這個星骸面 是真的好 一般人來說城堡時代只剩下九村 你還有心態繼續打下去嗎 照理來說應該是沒心態了 但是塔套也不管 我九村是我的事 我就繼續出 強者寵不抱怨環境 就是這個意思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塔套拿下 直眼上的勝利 道特明顯是之後落後的優點太多了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野外的捕魚的村民 都被抓掉的關係 所以經濟突然一夕之間就崩了 那我覺得 道特應該是有點親底了 如果他要在野外捕魚的話 那應該要來補個城鎮中心 會更好一點 沒有城鎮中心的話 村民就只能在外面 讓人當把費 一直抓一直爽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要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